機械停車位發生意外 車主招夾送以搶救 但還是宣告不治 這名七十一歲死者是他 死者是台灣證券交易所 前副總經理黃乃寬 二零三年任職 五年後退休 清大數學系畢業的他 活躍在金融界 卸任後到證券公司 擔任獨立董事 沒想到十七號晚上 他從戲子住處出門 要把車開出機械車位時 發生意外 腰部被夾在車子 和機械車位柱子中間 警校貨爆後 趕到現場救援 合力抬起車輛 讓黃乃寬脫困 緊急CPR送往戲子國泰醫院 但經過十四個小時的搶救 還是回天法術 幫我扶一下停 扶一下下半身 你只要有人 到那個感應的地方 他就會有 有警示的 警示的生意 就在BBB 這個設備我已經住三十年了嘛 應該算是很 很安全的 住戶指出警示設備多年來正常運作 但究竟是操作不當 還是機械故障還得釐清 不過機械停車場發生意外 死者近視證交所前副總 黃乃寬的逝世 也震驚金融圈 TT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B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